同学们看这一题 塑胶袋它刚开始的时候起初是 这三个字请你画起来 它就要翻成原来是起初是 本来是 所以呢塑胶袋它起初啊 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下游产品 它起初是 fossil是化石 所以这里叫做化石燃料 好你要知道它就是石油分 分就是分解 反正是你把石油去做提炼完之后 最后的下游产品会有瀝青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塑胶袋就是从那里面弄出来的 所以塑胶袋起初是化石燃料的下游产品 然后呢怎么怎么样 deadly waste 然后成为了一个致命的废弃物 通常就是在垃圾掩埋场里头 或是就被把它丢到海洋里头 结果却常常是出现在垃圾掩埋场 landfills 垃圾掩埋场 或是海洋中的致命废弃物 那我们看and up是最后以什么终结 最后变成 所以它最后都会变成致命的废弃物 所以最后变成 好那come across come across就是偶然 你可以把然也不要翻 就偶然遇见 偶然发现 come across 偶然遇见 偶遇或偶然发现 那set about就是表示 左手开始做什么事 左手做 depend on叫做依赖 依赖 我们常常会讲说三个依赖嘛 一个叫count on 一个叫rely on 一个叫depend on 很特别 就他们通通都会有on 都是不及无动词 count on rely on depend on 所以意思答案是不是应该 结果却最后变成了什么 这垃圾掩埋场 或是海洋里头的致命废弃物 所以老师想跟大家讲呢 就是你觉得全世界 有没有哪一个国家 全面禁止用塑胶带 有 而且那个国家你绝对不会相信 你可能会认为是北欧 或是哪里的一个先进国家 no 他是非洲的肯亚 肯亚这个国家竟然在前两三年 下令禁止所有人用塑胶带 你如果在路上拿塑胶带 警察可以以现行犯立刻逮捕你 然后罚你三万块台币 然后如果是入境的那些外国观光客 被scan出来之后 要把所有的塑胶带 全部都寄存在那个机场 然后等到你离境的时候 全部都要给你带走 他不准任何塑胶带在肯亚境内 为什么 你会觉得说 那这种国家怎么可能 原因是因为他们先前用了太多的塑胶带 那因为他们非常的落后 所以他们没有地方 没有基础建设 没有厕所 所以他们那边的人大小便 尤其是大便 就直接用塑胶带包起来之后就往外面扔 所以到处是臭气冲天 卫生条件差 最重要的是那一些 那因为粪面其实会分解 可是那些塑胶带 慢慢慢慢的就被冲到了那个河水里头 所以他们的河已经看不到河 上面全部都是塑胶带 那记者采访站在塑胶带 其实是有点浮动的感觉 但是整个所有的河 就是也不能说所有 但是我看到的那些河 全部都被塑胶带堵塞 所以一旦下大雨又回游 就整个泛滥 因此肯雅觉得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 除非就是不再用塑胶带 所以他们既然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全面禁止塑胶带的国家 我非常佩服 然后也让你知道 你可能会觉得真不可思议 好我们把题目念一次 那伦都年轻在添水里头 从浓胶部的大力量 在浓腾上走 然后再等于浓缩 成继续 水里头 放在煎水里头 启渣 索